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死神镰刀与阿红的故事 阿红若不是因为贪玩 也不会遇上这一生最后一个朋友 画面开始 阿红一个人孤单的坐在围墙边上 他看着对面的教堂默默的发呆 突然他听见后面有脚步声 于是上前去查看 走过去却没有发现什么 然而死神在不知不觉中已然站在阿红身后 死神拿着镰刀想夺取阿红的姓名 可死神正准的动手的时候 镰刀割着一身后就掉了下来 阿红回头问话死神却不搭理他 阿红见死神修复好镰刀 想要帮帮死神 死神依旧不理阿红 就在这时阿红碰了碰死神的镰刀 镰刀瞬间化为了灰烬 原来凡人是不可以触碰死人的镰刀的 就这样死神很生气 阿红为自己犯错感到抱歉 于是就告诉死神 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新的镰刀 就这样阿红踏上了寻找镰刀的路 在路上阿红说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已经没有了父母 曾经的好友也在一起意外后 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孤单的一个人在孤儿院里面 说着说着还伤了一个跟头 一直想起阿红唠唠叨叨的死神 见此情景 也没忍住笑了出来 阿红也想捉弄一下死神 于是就把前面的树枝 弹到死神身上 这次轮到阿红 哈哈笑了起来 死神也不计较 甚至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或许死神想起了自己小女儿 后一会儿 阿红来到了阿红说的 可以找到镰刀的地方 可死神却发现 原来阿红说的镰刀 其实是石头 石头雕像里的器具而已 死神对着阿红说 你是开玩笑的吧 这石头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阿红脸上浮现了失望的表情 死神看出了阿红的失落 和阿红说的 没关系 我来试试吧 原来死神之间是相通的 雕像中的死神慢慢松手 将这把镰刀给死神 而这把镰刀也变成了真正的镰刀 阿红见自己的过错注意得到弥补后 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孤儿院的东西 想了起来 阿红想到回到孤儿院 要被兄弟们骂就十分难过 阿红就问死神能不能带走 死神实在不忍心 朝着这个可爱天真的阿红下手 就谎称他还有工作 不能满足他的愿望 阿红失落的转被离开 却突然转身去拥抱了死神 本该杀人也无情的死神 此刻的心也被阿红给温暖了 并别是阿红未今后才能再见面吗 死神说会 只是死神能想到的是 这一刻来不那么快 刚出门的阿红一辆集成的马车 伴随着的是阿红的惨叫 镜头一转 阿红再次出现 只是这时的阿红的头发 眼睛都变成了银白色 这次死神满足了阿红的心愿 带他一块走了 世界上总有温情所在 不是谁冷酷无情 而是你那热情似火的心 并不能打动别人的冰块心 合适的才是能走到最后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空间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视频 欢迎一起来观看